大家好 港股繼續都是沒有方向 不上不下 今個星期期結算 我想大概都會在29,000這位置 好友就不敢進場 淡友也沒有課顧 所以整個行指都是一個拉鋸 過股相對比較精彩 匯豐出了業績 我覺得業績一半 如果你扣除貸款回撥的話 其實它的增長是比市場預期好 但是沒有派息之下 又好像衝淡了 市場另一個擔心就是 那些批股 因為越來越多公司批股 隨著若名批完股之後 其實我自己都擔心一些B仔股 就是那些醫藥開發股 可能接下來都會有幾隻會批股 所以在市場的成交又不是太突出 每隻批股的size都大的話 都有些擔心會吸乾資金 進入五月 第一關就是五一黃金周 五一黃金周 其實零售、旅遊那些 A股的炒作味道都不算太濃 可能就是擔心黃金周 可能是旺丁不旺財 接著過了黃金周 我覺得黃金周沒什麼好炒 今年沒什麼好炒 接著大家就討論一個問題 究竟是不是五窮、六絕、七翻新 窮不窮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成交縮減 但是很多公司抽水 抽到都是天價的話 不窮都搞到窮 所以我擔心就是在成交縮不起 那些北水只要稍微在黃金周的時候 縮一縮的話 恆指就可能就未必站得到 在二萬九這些位置 所以暫時來說 都是挑戰著二萬九 升不到、下不到 如果成交縮的話 隨時跟你見到二萬八千點都不定 所以五月份的時候 就謹慎一點 一些疑似批股的公司 盡量少減就減榜 以及整個市的大籃籌股 我覺得都開始要減榜